佛学院的秘密 欢迎收听佛学院小剧场 我们将在这里分享佛学院的日常小故事 让大家看一看 原来佛学院的生活中会发生这样的趋势 这一集的名字叫运动节 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故事吧 哎呦,今天又是运动节啊 哎呦,真的很不想上呢 哇,想到我之前哦 跳高的时候啊 第一次就被淘汰不说 哇,那个脸被他们抓拍到 那个表情真的扭曲到像苦瓜这样呢 而且我来这里,佛学院啊 肯定是来学佛的 又不是来做运动的嘛 哎呦,我有点不想上呢 咦,静安,你干嘛躲在角落 走咯,一起去运动咯 为什么在这边呢 啊,我这样应该不用运动吧 哎,那你就不知道啦 虽然啊,佛教重视静态的生活 但是呢,也讲究动静一如 OK啦 哎呦,我听你讲这样多什么 静动什么动静一如啦 我也听不懂 我就问你啊 打球它能开悟咩? 这样我打球我往生了 我可以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咩? 当然是不能啦 哎,你吃饭穿衣 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咩? 当然也不能啦 那既然不能,那你为什么还要吃饭穿衣呢? 那这些都是基本的生活嘛 就像打球运动 是为了让你有健康的身体 才有足够的资粮去修行嘛 佛说《阿弥陀经》也记载 在西方极乐世界 那许多念佛的行者 每天一早都要慎重妙华 供养踏方十万亿佛 回来之后呢 一样要饭食精心 那精心也就是跑箱啦 这些也都是运动嘛 好好好 听你讲了这样多 我也不知道听了什么啦 那如果你要让我一起去运动的话 可以啊 你让星云大师过来咯 如果星云大师要我们一起运动的话 那我就跟你一起去运动咯 那你知道吗 东禅佛教学院的创办人啊 星云大师呢 他也是从小就热爱运动 所以啊 成立了这个三好体育协会 以体育来弘扬佛法 哦 我是听说过星云大师 他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打篮球啦 但是他现在年纪这样大了耶 他难道现在还这样喜欢看篮球比赛吗 那星云大师呢 他曾经说过 从打球中学做人 他说啊 篮球运动呢 是最慈悲的运动 因为他需要训练一个人 勇于认错 你犯规 侵犯到别人的时候呢 就要认错 要举手 需要最大的勇气 哦 我明白了 佛教他说的五戒哦 就是自我的规范嘛 所以他最重要的就是不能侵犯到别人的身体 这个也是星云大师认为篮球和佛教的相同点咯 这样在球场上我们触碰到对方的身体也是犯规啊 也怪不得星云大师之前说过啦 他说 修行不是只有诵经拜佛 打坐参禅 运动打球也是一向如实的修行 哎 下课零响了 没有办法啦 看来只有下次才可以展示我的篮球技能了 OK啦 没有关系啦 把机会留到下个运动节 我们到时候再上球场较量一番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我是饰演新生的谢静安 我是饰演学长的蔡高永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东禅佛教学院的详情 欢迎点击搜寻我们的Facebook专页 东禅佛教学院YouTube频道 东禅佛教学院以及Instagram专页FGSDZI 谢谢你们收听这一期的节目 这里是佛佑ForYou 法音清流JustForYou 佛学院的秘密